大家好我是霸卿 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军 半流上遭遇蜘蛛进迷惑 罗家英再次扮演唐僧 陈浩铭再次重现美猴王风采 王军指导奇幻影片 孙悟空大战潘斯东 被吴子山压了500年的老僧 早已没了当年齐天大圣的风采 每天凄惨到 背着小摇小怪起风 东头大唐二楼的唐三丈 加英格 特奉管世英殖民 前来打救老僧收尾徒弟 金刚圈套脱 破火都会变温柔 再解开五指山的封印 老僧直接要大扇顶上了天 一死玩得还不过瘾 又变出紧箍棒 将那些平时欺负他的摇关 顶到肺都穿口 加英格见老僧这么残胖 要好好驯服一下才行 当场紧箍咒似后一关 老僧这才乖乖求饶 管世英也溜出来 打了一下酱油 特派老僧保护加英格 前期虚天其境 不接受任何反对 随后两人来到流沙河 收贵沙山 主要的目的 就是找一个干活打杂的 老沙老师忍一刻 单死都被偷死 无疑就是最佳的人选 几个蜘蛛镜化成人形 在河里搞死神诱惑 勾引过往的男子 一路将他们待到盘石中老巢 只如打了一副变异的样子 人生蜘蛛腿 得知江国西天举军 会路过此地 特意把手下小气 监视他们 至于这些勾引过来的男子 刚好可以消夜一下 半楼上餐人间的好几个 假扮自己的人 看到这些外国类找了尊重 老孙实在是火气空心 有两处棍棒捅起了阵 还有一把发现一个躲藏的小羊 小羊趁机变神 气头蒙混过去 奈何老孙又火眼睛睛 什么妖魔鬼怪 也逃不过他发眼 小气看同类有难 出手相救 结果却爽爽被老孙请住 出家人应该慈悲为怀 不开杀间 将一个强力反对老孙搞烂杀 即使是妖怪 老孙偏偏不停化 结果又是一点紧箍咒事后 小气趁机逃走 六回盘时都向蜘蛛大佬报告 试图三者来到高老庄 打算在这里借宿一晚 凑巧遇上高招住了女儿小瓜 结婚大喜的日子 入罪的对象 是一个叫做猪狼君的家伙 猪狼君和三叔本事足迹 一眼就发现老孙非常不简单 三叔打算先下手为强 却为了被老孙一滚打到献出真实 猪狼君也不想再欺骗下去 在小华面前献出圆雪 吓得小华是呃呃大叫 江英哥称是收归了猪狼君 叫他陪同 一局去西天取决 三叔没了肉身 魂魄一直四处游荡 直接负在老猪身上 在他肚子里安乐家 四奶的盘子都范围的地方 发现妖气重重 老猪就好便帮江英哥打水的时候 发现几个妹子 正在和那边吃生诱惑 三叔色心未了 控制老猪的肉身过去撩妹 笑话一直都放不下老猪 一个人溜了出来 打算跟着老猪浪迹天涯 刚好在河边看到 老猪正在前处说一堆妹子 气得大叫一声 扭头就跑了 笑话跟着几个妹子来到盘石洞 老猪来到附近 发现洞口阴气几重 不敢一个人溜进去查看 三叔趁其附带在大狗身上 溜了进去 小气从小就吃素 身上的摇气也坠起 只足到老派打去运游家英哥 随后小气假装在野外受伤 带着丝头四人来到了家底 一双火眼金睛之下 老猪发现这些家伙都是妖怪 两组更棒大打出手 打到陶宾当场安心 加英哥又急了 加老猪出手阻止 大战了没有300个回合 老猪一归应该把剩下的妖怪 加英哥彻底暴走 和老猪接触丝头关系 带着两个的土地继续全行 来到个寺庙接触 子组当老派猪手下 负在小花身上 打算撑起干掉老猪 负在大狗身上的山树 马上赶楼过来 接穿了蜘蛛精的真面目 老猪马上乱出吃饭的家伙 一爬就将对方干倒载 逼出了负在小花身上的蜘蛛精 其余几个妖怪 如主人们里的加英哥和老杀 囚禁在磐石洞里 自从被加英哥赶走之后 老猪接着在花果山 过潇洒日子 吃饱了睡 睡饱了就吃 和老猪没啥两样 本来一别脱离了加英哥的控制 随之紧箍咒又突然有了反应 老猪再次火眼睛睛 看到了背板的师傅两者 意味从来到了十半八千里的磐石洞 画出一条臂斧溜了进去 山树附在小花身上 假装弗洛朗祖来到洞里 见到了背板的加英哥和老杀 中人只想着溜走 小气突然杀了出来 小气从小就吃素 知道加英哥很有善心 带着他们从洞里逃走 只足到了早已识破这一切 一把干倒小气 将加英哥困了起来 接着大战师徒几个人 一旁的老孙即时现身 双方人马也都亮出了吃饭的家伙 老猪和老杀 入驳蜘蛛精小妹 老孙则跟上了蜘蛛精大脑 双方大战了 真的有三百个回合 有段时间没练过筋骨 老孙的身手变得有些身术 被大脑搞得肉疼又蛋疼 分不清东西南北 老孙直接变身 喷上高属性装备 大脑也献出蜘蛛精神 一大气小 眼看这样动来动去 也解决不了问题 老孙感觉流进大脑肉身里面 超级叠方就是一顿乱打 但一般的老猪和老杀 联手干走了其他蜘蛛精 小幻和小琪 也联手想要投注大脑 却不了双双扑干 当场安息 大脑直接一口脑台 吐出老孙 将它困住 这样一个感觉 是时候出处了 练出了一大段金刚剂 瞬间金光护身 刚才还威猛强硬的大脑 一下子就软了下去 试图三角称起一个飞神 强强联手 大脑大脑彻底灰飞烟面 只有四头四人 又踏上了取经的道路 等待他们的 将是一次又一次的劫难考验 看完哼 我只想说 网金式的西游机 无厘头搞笑是一大特点 特效什么的 也对得起网大级别的成本 至于剧情嘛 也就是它众多赚钱 那边当中的一贯表配 一输心智之力的 就不用谈了